潘杨二胎想要个女儿,网友称孩子可别再像潘长江了。 随着最近几年亲子妹综艺节目的热播,明星们的子女又成了网络上的热门话题。 就在前几天,潘长江的女儿潘杨在网络上公布了一张合照,又引发了网络热议。 随着最近几年亲子妹综艺节目的热播,明星们的子女又成了网络上的热门话题。 就在前几天,潘长江的女儿潘杨在网络上公布了一张合照,又引发了网络热议。 只不过让人没想到的是,随即年纪的逐渐变大,潘长江算是彻底地走偏了,现如今的潘长江一看到她就想笑。 而潘阳经过几次整容之后也是模样大变。 当然大家最担心的就是潘阳的儿子小石头了,长得像谁都行,就是别像潘长江就行。 只不过小石头没长开的时候还看不出,具体的模样,像如今还真的是有点悲剧,和潘长江居然越来越像了。 其实在潘长江一家里,长得最丑的人还真是非她莫属了。 甚至连潘长江的女婿都长得还算是不错了。 只不过网友们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。 特别是潘阳最新发布的几张照片,儿子却像急了潘长江,看看遮鼻子这眼睛。 很多网友说,外孙三辈不离舅舅家门,像很正常,只是估计全家估计都开心不来吧。 之前,潘长江做客某综艺节目的时候就表示过,当时潘阳生宝宝的时候,自己在产房门口最担心的就是宝宝千万刻别像自己。 而且孩子出生后,他虽然也是赶紧跑过去看,只不过看到小宝宝马上就要睁眼了,赶紧掉头就跑。 生排英文那句古话,孩子出生第一眼看到谁,以后长得就像谁。 现如今孩子已经长大了,而且正面照也是爆了光,大家看一下他们一家三口的照片,小宝宝是不是和父母两人一点都不像呢? 特别是眼睛的部分,父母都是大眼睛,而宝宝则是小眼睛。 只不过既然事实已经如此了,估计也无法再有什么改变了,前段时间潘阳在节目里也是表示称,自己其实还想再要个女儿。 因为儿女双全,还能凑一个好字。 只不过网友们却纷纷留言给潘阳,让她考虑好了再做出行动,因为女孩和男孩相比。 可是大不同,要是长得还像潘长江那就真的完蛋了,这简直是要毁一生啊。